在庄园中还有六件花架主题皮肤 你都知道了吗 第一件便是红蝶的半生金皮花架 是一件商城常驻金皮 并且拥有双形态造型 美人像为白色嫁衣风格 单若像则是黑色婚纱 红蝶还有一件日风的嫁衣皮肤白无垢 这件皮肤人气非常高 作为现实金皮经常反常 白无垢的还原度比较高 就是婚礼上的日系礼服 同样拥有白红两个造型 另外一个比较经典的花架紫皮为新红新娘 是第九赛季的推理紫皮 调香是穿着白色婚纱 衣服上还有大量红玫瑰装饰 皮肤的造型十分漂亮 窥镜商城中蜘蛛的金皮花 它既同样属于嫁衣主题 这件皮肤充满创意 把美丽的新娘背在身上 让蜘蛛也能变美一次 雕刻家的中年金皮同样是花架风 只不过造型更加黑暗一些 雕刻家虽然换上了嫁衣 但是身体上还有骷髅装饰品 皮肤的特效也是飘舞的幽灵 除了红蝶花架黑纱造型之外 心理学家的长叶也是黑色花架皮肤 心理穿着黑色婚纱 戴着黑色头纱 加上星空特效和红玫瑰的装饰 也成为一件经典的花架皮肤 祭司的撒马拉也被玩家划分为花架皮肤 其实这是一件推理紫皮 原型并非嫁衣 但策划为其加入了头纱装饰 加上白色的服饰 整体观感更偏花架风 你还知道哪些嫁衣风格皮肤